詩琳寺 練渠道 獨居門 少林子一定有打的角色 吳京絕對是一個武術家的心態 這個角色完全是一個少林爭人的形象 他本身是一個太極高手 但當他去到少林子領先舞 他都會覺得是另一個境界 杭宇簡直是少林子的真人 他由十一歲開始在少林子練功 拍少林子這個角色 我覺得一定要找他 因為他完全是純粹少林功夫 少林也有很多類似太極高的功夫 我覺得在電影中吸收了他們這種武術的理論 然後希望在電影中可以從他們的身上去表達出 熊欣欣就是亭峰身邊的高手 我是一個不跟這個時代進步 還在朝廷的時候自己也有武功 大為高手 又有些拳 又有些拳 要抱著自己的利益不肯放 公認為一個銀幕上的一個高手 黃飛鴻百年教教主是他做的 以前的少林子這套風格就完全不同了 每天早上都要命 某一拳是有空閒的時間 讓你去撒風的刀花 我覺得他的身手 而對吳京或者釋恆宇 在銀幕上是一個很享受的畫面 好 好